大家好,今天是3月6号,星期三,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会员去观看今天的全球股指分析。 传奇预言家警告,美股将暴跌30%,美国经济衰退可能在几个月内到来。 一位传奇的市场预言家警告说,估值过高的美股可能会暴跌,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会在几个月内到来。 经济咨询公司A. Gary Shilling,总裁Gary Shilling,近日表示, 相对于公司收益和美国国债等资产,美股现在表现非常非常贵。 如果有一天我们醒来发现一家大公司陷入困境,并引发了股票的大规模抛售,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 他曾准确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曾担任美林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 他因在过去40年中做出多次准确的市场预测而闻名。 他指出,标普500指数的席勒市盈率比长期平均水平高出约45%,表明美股被高估了。 他还警告说,少数几只股票占据了股市当前价值的很大一部分。 他将这种集中程度描述为始终危险,因为这意味着投资者实际上不喜欢其他股票和整体经济。 这是一个充满了狂热投机的市场。 他说道,他将如今科技股七巨头的上涨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漂亮50泡沫进行了比较。 他警告称,标普500指数可能下跌20%至30%,甚至更大。 他告诉某杂志,该基准指数可能会跌破3500点,相比目前的5100点的水平,下跌幅度。 达到32%。 这位资深经济学家在他三月份的报告中发出了类似的警告。 他写道,猖獗的投机似乎注定会遭受重大打击。 他将比特币单独列为纯粹的投机工具。 他列举了一系列表明经济衰退正在逼近的信号,包括领监经济指数持续下降,住房开工受到压力,消费者需求和信心减弱,小企业缩减招聘计划,劳动力市场疲软,以及美联储加息至5%以上。 回顾过去的七次经济衰退,他强调,称他们平均在美联储开始加息26个月后出现。 他说自美联储本轮首次加息已经过去了大约两年,这表明经济即将进入衰退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很大。 他补充说并指出自二战以来只有一次软着陆。 即便如此,他预测经济崩溃还需要时间。 他表示,近年来企业在面临劳动力短缺后一直没有裁员,消费者则通过动用疫情期间的储蓄和积累创纪录的信用卡债务来维持支出。 他还分享了他对美国的住房市场、国债和美元的展望,预测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下降,未来三到四年住房活动将出现相当大的复苏。 他还提到了未来债务炸弹的风险,因为不断增长的联邦借贷导致政府的预算越来越大,但也只是用来支付所欠利息。 至于美元,他表示,他并不担心去美元化或美元在外汇市场主导地位的终结。 他说,实际上,除了美元,没有其他选择。 它是洗衣房里最干净的袜子,它是最高的猪颅,它是最慢落下的石头,无论如何,它都是最好的。 值得指出的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对美国股市和经济发出警告,但这两者都没有应验他的悲观预测, 而且表现出出奇的好。 但鉴于他的长期业绩和数十年的经验,许多投资者仍然乐意倾听他的意见。 大摩下调特斯拉目标价,最坏情况下可能跌至100美元。 摩根斯丹利分析师亚当·乔纳斯周二下调了特斯拉的目标股价和2024财年盈利预期,指出了该公司在产品和市场方面的问题。 他将特斯拉目标价从345美元下调至320美元,同时维持增持评级。 在一份报告中,这位分析师指出了目前困扰特斯拉的几个不利因素, 包括电动汽车需求下降,与其他汽车制造商相比,产品阵容陈旧,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价格战,以及在该公司的主要市场美国混合动力汽车越来越受欢迎,而不是纯电动汽车。 他写道,如果特斯拉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公布汽车业务的稀税前亏损,那可能就是今年。 该分析师表示,他预计特斯拉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将达不到预期,今年的营业利润率将在2%到3%之间。 在盈利能力受到严重打击后,乔纳斯预计特斯拉将收回为增加销量而采取的降价措施,转而将重点转向捍卫利润率和现金流。 他将他对特斯拉2024财年的销量预期下调至200万辆以下,意味着同比增长仅略高于10%, 他目前预计该公司今年汽车业务的毛利率为11.4%,低于他此前预计的13.2%。 尽管如此,这位分析师仍然看好特斯拉,因为他仍然认为特斯拉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然而他表示,对于特斯拉来说,作为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它必须首先稳定其在汽车业务上的盈利。 我们认为,只要核心汽车盈利被下调,特斯拉就不会获得人工智能公司的美誉。 他写道,这一过程可能还需要几个季度才能完成。 在此期间,我们熊市情境下,100美元的预测可能会起作用。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的表现。 盘前市场微微的小反弹,纳指期货微微反弹0.2%左右。 那么市场目前仍旧处在我这里所划的上涨趋势线之上。 那么市场想要去跌破趋势线,还需要若干个交易日的一个跌破和反弹测试,对吧? 那么现在多头应该打起精神来警惕,提高警惕,看看今天能不能跌透。 那不能跌透会怎么样? 那就继续看,继续等,对吧? 迟早有一天需要一个回撤,是吧? 大家都希望知道回撤在哪。 华尔街也想知道,我们也都想知道。 可惜啊,就是不能提前知道啊。 只能说事后啊,再看一看啊,这个破位啊,然后后续反弹测试的一个力度。 那我们再可以减持啊。 那么现在呢,没有跌破,我们应该维持趋势的有效性。 不要轻易的动啊,不要轻易的卖。 否则呢,今天又是大阳线的话,就该后悔了吧。 说会不会大阳线,我们说市场的图呢,怎么画出来的,什么样的图都是有可能画出来的啊。 所以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去,就是计讲那么一两天的一个波动的情况。 我们要的是更大的波段啊,而不要那么一两天的一个波动。 好,有没有可能反弹?有啊,因为顺势的力量会更大一些。 好,这是纳指。 那么对于小盘古呢,我们要关注近期向上突破的可能性。 那如果出现大阴线,对于各北小盘古呢,又可能要震荡。 因为啊,本周呢,也有非常多的事情啊,一个是鲍威尔的听证会,另外一个就是大非能数据,本周也要发布。 所以本周呢,也是非常热闹啊,不要急于下定论。 呃,道指,道指已经破位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多头可以减减持啊,等待新一轮的洗盘的情况,对吧。 看看怎么洗,是横盘不? 好,标普今天盘前也微微的波动啊,跟纳指类似,我们就不再重复说了。 好,我们看一下VIX。 VIX昨天呢,是稍微有点恐慌啊,看今天如果恐慌的话,那么市场有可能跌破趋势线啊。 注意。 好,我们看一些热门的股票。 呃,科技股呢,很显然有相当多的图都在回撤啊,都在回撤。 呃,我们看一下超微电脑。 超微电脑,我们的计划呢,是画好这根趋势线啊。 那么昨天人家收涨,就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移动值准位。 比如说画到1050,对吧,往上调50块,50块的调。 那么如果它跌破1050,我们就开始减持,比如说减持四分之一,对吧。 那如果再跌破,比如说950,我们就彻底离场。 或者是再减掉剩下的仓位的一半,有些尾仓。 那它跌破了吗?没有跌破。 对吧,没有跌破耶,人家是阳线啊,人家是阳线,注意。 阳线不能猜顶啊,我这里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好,对英伟达来说,今天盘前又涨了啊,这个盘前也并不是太重要啊。 就是说全天呢,只要不是大阴线,都不能够让我们引起关注啊,引起警惕啊,对于英伟达,是吧。 我们应该提高移动值损,我们也要画一个。 比如说跌破800,820,跌破820可以减持啊,可以少量减持四分之一。 那么继续跌我们再进一步减持,它不跌的话就不动,是吧,这就是英伟达。 我们看见AMD,AMD昨天微跌0.1%,这样的话猜不猜顶,这也是个学问啊, 引动值损呢,可以调到,比如说195吧,不要太近啊,稍微波动一下, 你就卖了这几,对吧,这也是不行的啊,然后100,100,100,比如说180,啊,彻底离场啊,跌破180,彻底离场,对吧,呃,目前已经创新高了啊,嗯,好,大家都想知道要顶啊,我也想知道啊,可是我没那个本事啊,啊,所以我们不去猜。 好,我们看一下谷歌,谷歌这一波跟那个苹果真是兄弟两个啊,都在这样的一个回撤,那恢复看涨的话,必须得得,啊,我们说之前减持过,你要分批慢一点买,等待夏季转的右侧再去,啊,稍微加一些仓,对吧。 这波回撤呢,也有12345浪了已经啊,啊,啊,看看能不能止住吧,他这回撤还挺深哈,这一波,这个历史上也是这样,深的比较多。 不过整体没有进入到绝对熊市啊,所以多头也不用太过恐慌,目前,毕竟大盘还没有崩啊,说会不会崩呢,崩的概率有,但较小啊,大盘崩的概率较小,目前是较小的。 我们只能看一个回撤,是吧,那么谷歌呢,现在属于一个回撤啊,因为这么大的牛市波段销,完全逆转为空腾,那就又恢复到纯熊市了,我觉得有点难度啊,因为下方都变成支撑去了。 好,这个是谷歌,嗯,我们再看哈,网友说PLTR加仓啊,那啊,得看一看直接起稳的情况吧,这周不要轻取妄动大家啊,除非给出大阳线出来,多头再加一讲,加一讲。 啊,毕竟本周有重要的消息面和数据面啊,数据,对吧,他对市场的扰动是非常复杂的啊,因为你不能提前知道他们说什么话啊,那数是多多少是吧,所以啊,这周要谨慎一点啊,不要轻易的加仓。 除非出现大阳线才能架仓啊,如果出现阴线,我们还要考虑是否要减持呢,对不对。 好,我们继续看一些热门的哈,这个里来这个图呢,我们也是提高移动止损,比如说跌破750,少量减持啊,那么继续跌再继续减。 那昨天是小阴线啊,今天盘线又涨了啊,所以这个讲要去猜顶比较难,他没有没有阻力区哈,稿位,对吧。 呃,台积电,台积电昨天也是下跌啊,那我们计划人们也要像那样去设定好你的移动止损啊,就可以了。 比如说跌破130可以少量减持,继续跌,如果空脱太强的话就先离场,是吧,现在空脱不强啊,今天盘线又涨了。 好,呃,那对于奈飞和这个苹果啊,主要是苹果啊,和这个谷歌的处理方式一样啊,那慢一点去加仓,慢一点加仓,有可能他就是,比如说像这种啊,震来震去的震一段时间啊,或者是这种,是吧,震荡,这是震荡行情,恢复到绝对熊市,那我觉得没有,这概率偏低啊, 目前是这样的,好,这是苹果,我们看一下阿斯麦尔,阿斯麦尔昨天是一个中等强度的音线啊,都可以设定一定止损,比如说调到,呃,900,920吧,920啊,跌到920,跌破920,920在哪啊,在这个平台下方的啊,在这缺口附近,跌破这个附近,我们猜,920还有点偏低啊,930吧, 跌破930在考虑适当的减持啊,不跌破的话不要去减持啊,木头姐这个图也是小盘国啊,大家要注意啊,他要再去无需震荡的话应该减持,明白吧,必须得本周消息面给出大阳线来,我们才有信心啊,特斯拉盘前微涨了一点点,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小熊市啊,对吧,他是一个小熊市,多多是想要回归,还要等。 现在我们的理由是1,1,1,2 3,2,2,3,2,4,1,2,1,2,2,2